首先兩位 一定要先為自己來打個分數 你們覺得你們的顏值 怎麼 他嘴亂 問什麼 就問 你們自己的顏值 1到100 你們打幾分 那個時候製作單位問我 我說60分 60才幾個 對 我說及格階段 然後他跟我說 崇哥說70分 好 我都覺得我的標準太嚴格了 你憑什麼說75 顏值 不是只有臉而已 還有包括整體的感覺 包括他的打扮 然後穿著 這個是快銀 年輕 崇哥你也給自己打75分 對 康哥已經60了 因為我覺得 什麼意思 什麼康哥已經60了 我 對 你也會懷疑 我怎麼打75 不是 因為60分是及格 80分是不錯 我是在不錯子寫 果然是渣然 原來報章雜誌寫的都是這樣 什麼 那個雜誌已經被我告 現在是已經和解了 你知道嗎 賠償了 你知道嗎 對 那你給自己打幾分 他們都 他都到75 我當然有85 沒有 還會寫 還會 還以為你要謙虛 真假 剛才放我實在嘴軟的 你幹嘛 不是 兩位多有得罪 不會 兩位真的都是算有型男 有這樣子 對 但今天就要來問一下 這個聽媽團 你們覺得到底 男生安不安分 跟顏值有沒有關係 當然有關係 沒關係吧 會瘦就是瘦 會癢就是會癢 對 而且很多男生靠的是才能 不是顏值 真的 對啊 對 所以你都很希望人家說 你有才能還是有顏值 說我能幹就好了啦 那要試試看耶 好了 沒有要聊 好 萱萱 對,我在大學的時候 曾經交往過一個男朋友 他長得很像車太炫 好帥啊 等一下 但是是醜版的車太炫 對,可能就是他的眼睛再小一點 鼻子再大一點 臉再大一點 但是綜合起來就很像車太炫 所以我大學的時候 就跟他有點像 我的野蠻女友的組合 所以你說自己是全志賢 怎麼了嗎 可以啊 請問你有喝到假酒嗎 你是哪裡來的錯覺 他只是 全志賢 反正你們可以上 是嫂子是不是 不好意思 爬嫂 不好意思 所以我就把車太炫帶回家之後 媽媽就覺得 你們好像有一點沒有那麼登對 但是經過相處過後 就覺得他人很好 對不對 但是我有一次就是把車太炫 帶給我朋友介紹 然後我那個朋友就很毒舌 他說 某某某 你就是出了名喜歡醜男 好 他就直接這樣子講 而且又加上 你後來嚇得又是哈孝遠 糟糕了 那哈孝遠到底要哭還是笑呢 那哈孝遠覺得自己帥嗎 他覺得他有90分這麼帥 對 他覺得自己帥 他出自概念不吃太好了 分整的是意外 其實他身高就賺90分 90公斤吧 可是 低低 超酷 可是講真的 我們冷靜思考一下 如果哈孝遠瘦下來 應該也是不錯的帥 他身高很高 他以前瘦的時候就很了不起了 但是他說他現在有90分 那這些我們就不討論了 那你覺得呢 你認為他幾分 因為我本來就不是喜歡 一些主流的帥哥 我就是欣賞他這一名 好多的 主流 比較不是主流的 非主流 對 就是想說嫁給這種 醜怪類的可能會比較心態 醜怪類的 你今天可以回家嗎 你今天確定可以回家 我今天把他帶去刷刷鍋店 這樣不好吧 OK 所以 但是只要在他 他在你心中是帥哥就好了 對啊 對不對 對演就好了 對啊